直到三點鐘還在分房 然後聽說有的是四五點才開始入睡 那不過怎樣 他們回家了都很高興 普遍的反應都是這樣子 那當然裡面有一些 有反應就是說 其中有幾個案例 就是有講到 這個先生是外國人 然後呢 媽媽帶了兩個小孩 是不是可以分一個 會懂中文的小孩跟爸爸住 怕有一些語言上的一些溝通 那還有的呢 就是媽媽帶了兩個小孩跟父親 好像他們只分到就是 媽媽帶兩個小孩 所以呢 父親一個人 那是不是可以一家人關在一起 我想大概都是一些比較 心情上這邊 那早上海基會也特地打電話來關心 我也把這些意見防給了海基會 到時候會請他們來幫忙協調 那當然很希望這些政府也很真的很感謝 他們一直到現在都是很感謝 好不容易能夠回來 然後回到家不管怎麼樣都還是感謝 因為他們裡面很多有的小朋友要準備上學 他沒有電腦也沒有電視 甚至也沒有網絡 可能這些部分呢 我想他們都覺得是反正能夠回家就是很好 大概是